今天是四成期第三主日 尽唐永 我的眼睛不断仰望上主 因为祂使我的伤脚脱离罗网 求祢回顾 求祢怜悯 因为我孤苦伶仃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与大家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在主的台前 再一次承认生活上种种的过犯 特别是未能够符合十届的精神 我们求主宽恕生活上种种的圆弱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恨请终生同生圣母玛利亚 天是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瑞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瑞恋 上主求你瑞恋 基督求你瑞恋 基督求你瑞恋 上主求你瑞恋 上主求你瑞恋 请大家祈祈祢 天主 天主你是一切美善和慈爱的根源 你教导我们以祈祷 齋戒 施舍 作为良弱 来治疗我们的罪过 我们承认自己的怨弱 请你大发慈悲 当我们失足跌倒的时候 求你扶起我们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和圣神 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 永皇 阿们 今天的读经是月年读经 读经一 公读出谷记 那时候天主发言 说了以下者一切话 我是上主 你的天主 是我令你离开埃及 奴隶之所 除我之爱 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不可制造任何 仿佛天上或地上 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 不可叩拜这些像 也不可敬逢 因为我 上主 你的天主 是祭邪的天主 凡老恨我的 我要追讨他们的罪 从父亲直到儿子 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孙 凡爱慕我 及遵守我界命的 我要对他们广思仁慈 直到他们的千代子孙 不可妄夫上主 你天主的名字 因为凡妄夫他名字的人 上主决不让他们免受懲罰 应记住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天应该劳作 做你一切的事 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 你的天主 你的天主 当手的安息日 你自己 连你的儿女 你的瀑布 你的身后 以及在你中间居住的外方人 都不可做任何工作 因为上主在六天内 做了天地 可让和其中一切 但第七天休息了 因此 上主祝福了安息日 也定为圣日 应孝敬你的父亲 和你的母亲 好使你在上主 你的天主 刺给你的地方 延年益寿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害你的近人 不可贪你近人的防舍 不可贪你近人的妻子 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 仆人 痴女 牛勞 及你近人的一切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答唱荣 答句是 主唯有永生的话 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 能猖快人灵 上主的若章是忠诚的 能开启如梦 主唯有永生的话 上主的规界是正直的 能月落心情 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 能触照眼睛 主唯有永生的话 上主的愤怀是纯结的 永远常存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无不公运 主唯有永生的话 比黄金 比极纯的黄金 更可爱恋 比蜂蜜 比蜂巢的流汁 更要甘甜 主唯有永生的话 公读圣保祿中途 至格林多人前书 帝兄姊妹们 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 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 而我们所宣讲的 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这位犹太人 固然是半脚石 为外邦人 是愚蜂 但为那些 蒙照的 不拘是犹太人 或希腊人 基督 却是天主的德能 和天主的智慧 因为天主的愚蜂 总给人明智 天主的耐弱 也总给人坚强 上主的卦 感谢天主 福音前欢呼 基督 天主圣言 愿光荣归于你 基督 天主圣言 愿光荣归于你 天主 竟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斥下了 有自己的独身子 使凡信他的人 不致疏亡 反而获得永生 基督 天主圣言 愿光荣归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药忘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犹太人的御御接近了 耶稣便上耶路撒冷 在庭院里 耶稣汉见卖牛羊 及子的 及坐在钱庄上 兑换银钱的人 耶稣于是用成索做了一条鞭子 在的华 我对你殿与所怀的热臣 把我耗尽 犹太人便问耶稣说 你显什么神迹 给我们看 证明你有权 做这些事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拆毁这座圣殿 三天之内 我要把它重建起来 犹太人就说 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 你在三天之内 就能把它重建起来吗 但耶稣所说的圣所 是指他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以后 耶稣的门徒 就想起了耶稣 曾说过这话 便相信了圣经 及耶稣说过的话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 预遇之时 有许多人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便信从了他 耶稣却不信任他们 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 他并不需要谁 告诉他 人是怎样的 因为他动释人的内心 上主的话 基督我们是美利 今天第一篇《读经》出谷记 讲梅塞上山拿十戒 天主在西乃山颁布十戒 这是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天主和以色列人定立盟约 以色列人就愿意守天主的法律 作为一个回应 而法律里面 其实通通都是从十戒里面 引申出来 所以十戒就是天主的十句话 最主要就是这些 其他的由这里引申 所以今天我就很想用这个来做主题 守天主的十戒做主题 反省这几篇《读经》 因为我们从几篇《读经》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十戒的缩影 好 我们第一篇出谷记 天主召叫梅塞上山拿十戒 然后将天主这十句话 写在两块石板上面 通常我们会说 第一块石板就有开头的三戒 第二块石板就其他七戒 开头的三戒 是完全放在天主身上 教我们怎样爱天主 而后七戒就是讲爱人 人与人之间种种的关系 开头的三戒是很独特 你可以说是以色列人 十戒里面最独特的地方 唯有以色列人是这样讲爱天主 其他七戒 反而你可以在不同的民族 他们留下的文献 著作里面 找到类似的戒命 都叫人们彼此之间要相爱 人与人之间 人慢慢就发现 爱是这么紧要的 所以你可以说 人性里面的 天主摆在那些人性里面的 人可以懂的一些 人和人的种种关系 但是 开头的三戒就很独特 是其他民族没有的 显示出以色列人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 你甚至可以说 爱人是基于 开头的三戒爱天主 你之所以能够爱人 因为你从爱天主那里 拿到力量去爱人 所以 十戒就是这样 可以说连成一器 但是 开头的三戒是 很重要 很独特 开头的三戒 我首先带出 天主的唯一性 我是上主 唯一的天主 既然天主是唯一的 人就不可以 为天主做仗 不可以为天主去雕刻一些 因为为何这样说呢 同时期的民族 特别是伟大的帝国 埃及 到今天 你留下了些什么呢 你会看到 人面 尸身 或者人身 尿头 这些人和兽 合埋的一些怪物 潮拜这些 很普遍的 将这些看成是神明 但是以色列人 起码天主启示 这些这样的雕像 不可以是天主 所以 不可以拜这些 甚至说 天主是忌邪的天主 什么是忌邪 大概是 女性的一种性格 这个我想是很自然的 女性是不可以容忍 自己的丈夫去找其他的女人 是这么简单 忌邪 你找其他的是不对的 女性是不可以忍受的 借这个人的经验去说 天主好像这样 不可以容忍别人去拜其他的邪神 有这些偶像 很特别 因为周围的民族都是多神 但是唯有以色列 是一神的 不可以拜其他的事 很特别说出这一点 你对天主有一份忠贞的爱 不可以参集其他的神明在里面 然后不可以用天主的名 胡说话 发虚誓 天主的名是圣的 千万不要用天主的名 随随便便 用天主的名 去发誓 不正确的 因为天主的名 连天主的名 都是神圣的 第三就是 如果你犯这些罪 天主就说 我会追悼你三代四代的子孙 有时这句话 你觉得 好像很不合理 为什么祖先的罪 搞到他三四代的子孙都要承受的果 这里大概是想带出一个意思 是说罪恶是一种牵连性 罪恶有些违禍 这些违禍是影响到你三四代的子孙 就是说影响你很多代 都被你祖先所犯的罪影响 特别我们讲这个拜偶像的罪 梅室的时代 天主颁布十阶 去到耶稣的时代 拜偶像的习惯仍然是很普遍 你记不记得 耶稣对撒玛尼亚妇人对话的时候 这个妇人想要耶稣给她活水 耶稣对她跟她说 去 叫你的丈夫再来这里 这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没有 你有个五个丈夫 现在那个都不是你的丈夫 有人就会这样解释 暗示些什么 是说撒玛尼亚人 拜不同的偶像 跟着其他的民族 你有个五个不同的神 现在你拜的第六个 都不是天主来的 提醒他们 你看看 千多年前 梅室时代 天主已经说了 只能够信唯一的天主 你们仍然是不肯听天主的话 去拜偶像 一直到千多年之后 这些不知几代的子孙 还在承受这个果 拜偶像的果 所以耶稣说 不可以这样的 不可以再拜 去 叫你的丈夫 真正的丈夫 天主是你唯一真正的丈夫 不可以有这些其他的 所以你会见到 天主追讨三四代的子孙 有他的理由 罪过是这样牵连很多代 好 要守安息日 这个真是很特别的 其他民族没有一个 讲安息日的 唯有以色列人 因为这个是圣日 叫你将这日 不是叫你不做事休息 安息日 叫你将你的心 转向神圣的天主 这个日是朝拜天主用的 安息日 所以很特别 叫人家将天主 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时时要记得他 每个星期都要记得你的天主 这个是开头的三界 所以这三界要让我们看到 要求人什么呢 要有一种很敬畏 重正将天主放在一切之上的爱 所以说很特别的 开头的三界的确是重要 是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面 有其他的对人的界明 这些你可以说 是人性都可以懂的 不过十界里面 以天主的话去表示 其实这些人与人之间的 这些界明 都是来自天主 爱人都是天主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天主 要摆在人性里面 人自然然都会懂 要怎样给此相爱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犯奸人 不可以偷渡等等 这个都是天主的意思 虽然说人都可以懂 其实是天主摆在人的人性里面 他的根源都是来自天主的 所以十界讲到最后 是什么 耶稣就讲得很好 将他综合起来 全心全意 爱你的天主 爱人如己 就是十界包含的东西 所以今天一开始 天主的十句话 其实就是叫人家爱 很简单的 其实信息不是那么难懂 第二篇读经 连接隔人多人前书 保禄这里就比较 犹太人 希腊人 和基督徒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做法 他说犹太人追求的是奇迹 希腊人追求的是智慧 但是基督徒追求的是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这个是不同的取向 不同的价值观 犹太人追求奇迹 他们是很喜欢 一些震撼性的奇迹 希腊人 大家都知道 其实希腊人可以说 代表着所有的其他的外邦人 他们是追求智慧 智慧 没有人否认 希腊人的智慧之高 一直到今时今日 我们都会读 希腊人的哲学等等 希腊人他们追求的是 他们的智慧 这是他们的价值观 但是为基督徒 我们最高的价值观 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价值 不是说神迹没有价值 知识没有价值 但是最高的价值 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身上 请问基督的十字架代表些什么 就是说爱 十字架是爱的高峰 没有比为朋友死更大的爱情 耶稿不单是为朋友死 而是为所有的罪人而死 所以那种爱是一个很高程度的爱 十字架上的爱 是说出爱的高峰 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些 值得我们好好反省 保禄比较这三种东西的时候 有时我们不知不觉 都会将其他两样放在爱的上面 很简单 我们基督徒 即使是今时今日 一听到哪里有成绩呢 都不知几多基督徒 不知道几多万人去看 万人空巷去看成绩 等待成绩的发生 反而叫他做其他的事都没有那么热心 但追求奇迹就很重要 很重要 知识呢 我们不能够否认 我们这个时代 的确将知识放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地位 当然啦 我们见到 由知识而来的种种新的发明啊 进步啊 是令到人家大开眼界的 比方 哪时候有人会想到 人可以登陆月球啦 现在又去到火星啦 一样一样东西这样去讲 知识令到你是大开眼界啊 你好向往 但是不知不觉呢 你将这样东西放在一切的上面啊 有时我们就会问 这些知识 知识有没有改变人的素质呢 又不一定啊 知识能够是很高 人可能很卑劣都不一定啊 所以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这些是有价值 但是最高的价值 十字架上的基督 十字架上的基督所表达的那份爱 才是我们基督徒认为是最高的价值 使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啊 不是你拥有那些什么东西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是更重要的 圣保禄很清楚啊 为基督徒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所宣讲的爱 这个价值是最高 好 最后的一篇 若望的福音 讲耶稣清理圣殿 本来清理圣殿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讲 我今天又是从十界的角度去讲 爱主爱人 这个角度去看 这篇记载 圣殿本来是一个祈祷之所 是帮人家接近天主 是爱天主一个表现 你可以说圣殿应该是一个 爱主爱人的地方 但很可惜 在耶稣的时代 圣殿有些变了质 你入到圣殿你发现些什么呢 发现这些在做买卖 做买卖本身不是说太坏 但是这些是什么买卖呢 这些是一些剥削 朝圣者的买卖 要人家在他那里买他们的羊 买他们的牛 这些是有钱人 卖丫子的穷人 就是说大小通吃 无论是有钱的没有钱的 一样是要压榨 就是说用天主的名义 不公义地去压赚这些朝圣者 哪里是爱主 哪里是爱人 所以耶稣要推翻这些东西 要清理 就是不容许圣殿 一个爱主爱人的地方 现在变成又不爱主又不爱人 只是爱钱 兑换银钱 都是本来是出自圣洁的法律 就是说面对天主 应该一切都要圣洁 不可以给些不洁的东西 天主 所以不要罗马人的钱币 换了圣殿的钱币 那又是在那里压钱 你改变你的汇率 因为离开圣殿 这些圣殿的钱都不能用的 所以就是说 借这个去压榨朝圣者的钱财 一切都是为了钱 所以耶稣清理圣殿 其实都是很想要别人回到圣殿的原意 叫别人在那里爱主爱人 所以都让我们看到清理圣殿 它背后的一些带出的信息 好 耶稣说 那些人就问耶稣 为什么你做这些东西 凭什么权兵做这些东西 耶稣就说你拆毁这个圣殿 我三天就会见回他 讲这些什么 讲他自己的死亡和复活 他的身体通过这个愉悦的奥积 藉着自己的死亡和复活 一个新的圣殿的开始 所以耶稣这里都是回去 你可以说跟十戒有关 他的死亡和复活 正正是彰显天主 要怎么爱人 好 我们反省这几篇读经 跟十戒的关系 十戒最重要是爱主爱人的一个信息 这个正正是带出我们整部圣经 最重要的信息 如果我问整部圣经 想带出一个什么信息给我们 就是今天我们的福音前欢呼的句话 天主这么爱这个世界 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 使人不治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所以整部圣经就是想讲这些东西 天主这么爱这个世界 旧约都是讲天主爱这个世界 但是耶稣基督的来临 天主显示出 他爱人的高峰去到哪里 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的独生子 爱人爱到一个这样的境界 所以十戒就是带出这个意思 叫人家爱主爱人 我们反省这个圣经最重要的信息的时候 又反省到我们现时的一些实际的情况 无论在家庭 在社会 或者说在教会 我们都发现了一个现象 家庭 社会 教会 往往 讲理就讲得很多 讲爱就讲得很少 你自己反省一下 每一个家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吵 是很简单的 我有理你没有理 因为你无理所以我就跟你解释 指出你的错误 家庭搞到最后怎样呢 搞到不秋不彩 或者不伤往来 这些是很可惜的事 只是讲理 家庭如果只是讲理的地方 不讲爱呢 这个家庭真的很不能 社会又是一样的 只会讲我有理你没有理 而不讲爱 就这么多动乱了 教会一样 所以很可惜 教会应该是最好的见证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教会都犯这个错误 就是因为太过分坚持我有理 你无理 所以造成这么多教会上的分裂 更惨的是宗教的战争 完全违反爱德 以为自己有理 就什么都做 甚至是相反爱德的行为 所以值得我们反省 讲到最后 因为爱德不够 我们就回到爱的来源 天主那里 而天主那十句话 就是最好的 所以让我们四春期 记得十界的重要 是教我们什么呢 教我们爱主爱人 才是整个生命的中心 作为基督徒一定是这个 耶稣基督都是要求人这样做 当富少年问他 要得永生要做些什么 耶稣都是要求他守戒命 当他被经师问 哪条戒命是最重要 他就是说出 全心全意爱天主 和爱人如己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十界 带出十界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四春期 都要我们 回到十界 回到十界去 找答案 找我们生命里面 家庭 社会 或者教会里面 发生种种问题的时候 希望我们能够返回十界 找到爱 是最基本的答案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好让我们起身向天主宣发信仰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圣同体 万物是值着他 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圣玛利亚 除的欲拘 以圣为人 他在搬着 比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声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环绕光明地降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及赴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阴崇 同享光明 他曾直前之门发言 我信唯一 自圣自公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摄取的圣世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各位专利兄弟姊妹 用我们这个团体 将我们每一个人 连同自己的家庭 我们的社会 与我们教会的需要 都向天父祈求 请为普世教会 祈祷 中外世界的天主圣父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今天的读经里面 天父直梅室 颁布了十届 希望我们学习 如何以他永生的话去生活 恳求天主父 带领教会众人 在四旬期内 努力实践天主 给我们的话语 好成为天主 所钟爱的受造物 另外亦都为 教宗的中东之行 祈求天主的祝福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门 请继续为新冠肺炎疫情祈祷 创造万物的天主圣父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各国人民 开始接受新冠肺炎的疫苗注射 求主让我们能够借助疫苗 令到疫情受到控制 并求天主父 保守和联敏我们 特别求你切智慧 给科研人员 和政府官员 以负责任和专业的态度 去跟进疫情事宜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门 请为执政和掌权者祈祷 和平的君王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特别求你 谁顾各位执政和掌权者 赐给他们真理和爱的光辉 撇除自己的私利 偏见和傲慢 有勇气和智慧 为人民的福祉 以及真正的需要而努力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门 请为受危机的拖儿祈祷 创造生命的天主父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生命是珍贵的恩赐 但世界上有不少的拖儿 因为种种的原因 未能顺利出生 求天父收纳世去的拖儿 祝福和保护 面对有危机的拖儿和家庭 使他们能够顺利出生 健康成长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门 天主圣神 求你降临 光照我们的心田 教我们为你所怀热心 把我们耗尽 现在 让我们静默片刻 向圣父 请上我们耐心的请求 求你以基督 这份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 固守我们的心思念累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门 恩赐的天父以上 我们这个团体向你的祷告 我们求你赏赐恩宠 从智慧给在座 每一位兄弟姊妹 让他们能够明白 十届所带出重要的信息 就是爱主 爱人 让我们在四旬旗里面 谨记十届的教训 按十届的要求去生活 我们这样祈求 因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大地和人力的产物 呈现给祢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荣寿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饮品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这杯葡萄酒 呈现给祢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愿天主荣寿赞美 各位主女兄弟姊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 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求你越纳这个圣祭 苦听我们的祈祷 帮助我们既为自己的过犯 求欢恕 也都懂得 欢恕我们的兄弟姊妹 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愿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重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年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你所当年的 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 你为恢复我们心灵的纯洁 制定了充满救恩的时期 帮助我们黑性私欲偏程 并在处理陈世变幻的事务上 懂得追求永恒的珍福 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 一起歌颂你 不停地欢呼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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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 万有的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切魂消 奉主名以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切魂消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得的根源 因此我们求你派显圣神 祝圣这些礼品 只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可今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柄 感谢了你 把面柄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身而永久的盲弱之血 身而永久的盲弱之血 我们歌众你的福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 上主因此我们 基督基督的圣死和福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杯 感谢你 使我们能够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 圣血之后 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你 随念普世的教会 我们的教宗方济觉 我们的宗座处理 汤汗书记 以及全体教士 使他们在爱德中日 吹完善 求你随念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怀住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 并求你随念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享见你 圣容的光辉 求你随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能够同天主之母 同征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静配 圣药室 诸圣中徒 以及力代靠 爱你的全体圣人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藉着基督 皆同基督 在基督内 一切诵经和荣耀归于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及与你同体的圣神 世世无穷 阿们 让我们一起用耶稣基督 亲自教我们的经文 向我们的天父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命受显阳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想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空恶 上主我们期待着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请救我们 恩赐我们今世平安 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 永久脱缅罪恶 并且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贵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这样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赐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皇 愿主的平安 尝愿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 随便世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垂怜我们 随便世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垂怜我们 随便世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自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随便世罪者 今天来付宴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传遇 领主荣 万君的上主 我的君王 我的天主 麻雀靠近你的祭坛 找到了住所 焰子也找到了安置 又瑞的窝巢 上主 居住在你的殿宇 真是有福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念 神领圣体经 我的耶稣 我真心传信你在圣体圣事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 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 我拥抱你 完全与你结合 将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 必让我再与你分离 阿满 好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在世上 饱向了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获得天上奥积的保证 求祢使这个奥积的效能 在我们的生活中充分发挥出来 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祢苦听我们的祈祷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苦手接受天主的降福 上主我们恳求祢 世上引导祢信众的心 因此他们尚能存留在祢的爱内 并能兼爱近人 以满全祢所有的戒命 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祢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 与你们永远存留在你们的当中 阿们 使我也能在生生活中导生 昔日的我已与你同钉在十字架上 使我罪显消世 不再作罪恶的奴隶 我既与你同死 亦必与你同生 死于罪恶 活于天主 主 我曾多次挣扎 圣子 圣子高远十字架上 至母被上海立其旁 具木颜望泪流测 第一次 耶稣被判处死刑 耶稣基督 我们欣崇你 赞美你 你直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 这是耶稣与世族的一场生死之战 比拉多代表世族向耶稣挑战 你要站在哪一边 选择哪一边的其次 拥护世族 即是判处基督 拥护基督 那是要为了爱 而今生被判处死刑 我知道 我直到今天站在哪一边了 我痛悔 那么明天我要如何呢 主我 我向你说 我不是世族的人 我明白 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心灵参痛不甘沉淫 应是爱自已切正心 心与利恩刺头上 第二次 耶稣背十字架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值十字性家 救赎了世界 他以爱 接受了我所有的罪恶和悲哀的负担 我犯了罪 而没有补偿 他为我做补偿 这一切的罪恶与悲哀 都压在他的肩上 为此 我是害他的空手 不是他的门徒 现在 我愿意跟他学习 背起我的十字架 随从他 现在 我立志做补偿 偿还我的罪债 环保他次的爱 主 我愿意做你的门徒 弃绝自己 背负我的十字架 读字架 无数福正寐 内心痛苦谁堪秘于 深意爱在莫可遇 第三处 耶稣第一次跌倒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值十字性价 救熟了世界 他跌倒 因为我的罪 压倒了他 他跌倒 为使我跌倒以后 不要沮丧 如果我的生活有困扰 如果我跌倒 我要记取 我的十字架 也加重他的负担 他把我的罪恶 我的无能 我软弱无力 我的一切 都背负在他的肩上 因为他是我的兄长 所以陪我到此一生 他把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所制造的十字架 都放在他的肩上 主 祝我感受你压的柔软 你淡自的轻快 荣光自自于思参藏 因此自无间意制藏 被伏被系统救抢 第四处 耶稣途中遇母亲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直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一把剑刺入圣母的心内 行刺的人是我 我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把剑投向耶稣 我曾使多少人哭泣 也使他哭泣 我的心眼 我确知 是我在主的相肩上 放置了木架 我确知 是我用剑刺投了圣母 温柔的心 主 求你把我铁石的心 变为血肉的心 目到爱自患足极药 只用饮淡体内彷徨 熟能见此不同上 第五处 西纳乃人帮助耶稣背十字架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借十字性格 救熟了世界 我面对负十字架的耶稣 是若无睹 和西纳乃人一样自私 冰是强逼他 是他丧失了莫言的态度 负起十字架 我的爱心 我的痛悔 是否催促我 摆脱我颓丧 和胆怯 而祈求主耶稣 让我为他背负十字架 因为在十字架上有救赎 有生命 因为我需要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是我最有应得的 因此我愿意陪伴我的兄长 背负我的十字架 主 把你的十字架 给我背吧 见智耶稣 受尊间身 为旧奇闻 圆舍既神 参悲 变得 哭 绝量 第六处 圣府为耶稣昔面 耶稣基督 我们欣诵你 赞美你 你即十字圣家 救赎了世界 我如其他面对群众的人 哪样怯罗 不敢在人面前 承认耶稣 不敢如这位圣妇 走到大路上去 到耶稣跟前 适去他面上的污垢 我在人面前 就不敢做虔诚的教友 我不敢做慈悲的人 不敢给千万基督见身的人 即受苦的人 受污辱的人 除去痛苦和污辱 我不敢 主 求你消除我的怯罗 在我在世人前 宣扬你 同父子无受参伯见 因见圣子被造磨截 其离去我共同次 第七处 耶稣第二次跌倒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即十字圣家 救赎了世界 耶稣基督 基督说 耶稣基督到在兵士的脚下 受莫大的侮辱 他来不是为受人的福契 而是给人服务 他被抛弃 受万民的侮辱 耶稣受人浅踏 为使我把世界的光荣 搭在足下 轻视一切炫耀 夸张 骄傲 自大 为教训你谦信 耶稣为中途洗脚 为使人人能领他到心中 耶稣答复一切人的要求 来 我们随从他 去浅踏虚荣 主 学生不愿胜过老师 请赐我和你一样 接受挫折和侮辱 代求你自悲痴性心 珍我心灵健敬热心 相加爱母情已深 第八处 耶稣 报告耶路撒冷的妇女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赞你 赞美你 你值十字性价 救赎了世界 耶路撒冷的妇女 跟着耶稣哭入 主对他们这种表现 略有责备的意思 耶稣更喜欢豪气的同情心 这在痛苦与保守中 他要求你能表现出来 感觉的虔诚不难 我们往往逃避 但又犧牲的虔诚 就是黑苦追随 你愿意我 斥责我 你认识我的软弱 求你领我走上你的路途 以向拉扎陆雪的话 及我说 你起来行受吧 行其次无分你悲净 并将你自身受酷刑 深深明刻我心灵 第九处 耶稣第三次跌倒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值十次性家 救赎了世界 耶稣一而在的 跌倒在地上 一而在的起来 前进 这是教训我 要有英勇的恒心 因为在追随基督的途中 疲倦为人人所不免 也是常有的事 这是我的生命的弱点 我倦于追随他 倦于收得 我疲倦 我厌烦 基督跌倒了 又起来了 一直走到了终点 主 是如此 不管路有多么艰苦 多么长远 我常要起来 常要前进 直到生命的终点 耶稣 你几时看到我沉沦 丧失信心 求你伸手提睇我 开口向我说 小信德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圣子耶稣 圣子耶稣 为救我们 偏向富欲 并以身顺 祈祷我们出迷障 第十处 耶稣被人剥去衣服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即十字声家 救熟了世界 被剥夺一切 摆脱人把我们 捆在地上的一切束缚 你才真有自由 耶稣被剥夺了 关于我对事物 世俗的 快乐的 亲人的贪欲 一无所有 耶稣是贫穷的 耶稣是孤独的 我却是富有的 我有光彩 我被人重恨 为了我的罪 我的恶如望 我的论识 我的不疑 耶稣忍受贫穷 羞辱 孤独 主 我是否该学习 心内不暖陈世 是否该明了 如何贫穷 如何謙信 如何似你 主 请你说话 你的仆人 再次恭听 十字星架 救宿之传 星之四难上我罪 险 恬要我最福 天愈 第十一传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 我们应诵你 赞美你 你即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随时敲打 铁钉刺透了基督的骨肉 我的罪再随击 我肉肉的罪再侵食基督的血肉 我的日落使他遍体伤残 我的奢侈使他血迹斑斑 他双手张开 与双竹同鼻铁钉酸透 鼻钉在十字架上 世俗再讽刺说 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说 主 不要 不要下来 这刑罚正是我最应得的 你替我受苦 你若离开十字架 我将如何得救呢 主 你不要下来 让我藏在你的圣伤里 为使我的心内痛悔我罪 清洁我的身体 同正性无神性之后 乃你似人魂我爱求 得尚与你同鼻收 第十二处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直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耶稣大哭一声 垂头断了气 他把灵魂交付于圣父的手里 把他的血 宽恕 以及他的母亲 放在人的内心里 一切都完成了 没有能做 而未做的了 为我还清少妈 为我们还算少妈 是的 因为我们继续犯罪 罪上加罪 天主的圣血及圣死 好像不足一样 他知道这一尘 他自十字架上 看到我这可怜的人 他说 我学 他为爱我 渴望为我受苦 再多多受苦 入伏一日 长年累月 历各世纪 每时每分 在祭台上举行祭宪 远远流长 永恒不断 我还要继续犯罪吗 主 我还顾到几时呢 耶稣五上爱为自愿 耶稣四四九 祝我信心永不变 第十三处 耶稣尸体从十字架射下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即十字圣家 救熟了世界 圣母玛利亚把耶稣的尸体 抱在怀中 他针密 静观 流泪 这是我行为的结果 圣母 这是我制造的 我杀死了你的儿子 我以残酷 冷漠 不仁 不意 怯 担死了耶稣 圣母 你给我的耶稣是活的 我还给你 却是死了的 这是我的作为 是我一生做的 唯一有效的作为 他针密 静观 流泪 耶稣已死 我除静观求恕之外 我要重生开始 我同圣母玛利亚 普同一信念 基督必要复活 求圣母协助我 与基督一起死 一起复活 第十四处 耶稣藏于坟墓 耶稣基督 我们欣赏你 赞美你 你值十字性家 救熟了世界 基督的坟墓 是希望的所在 是胜利的木魂 是复活的渴望 守兵警卫 我也要警卫 苦女希望 我也希望 我希望我复活日的黎明 戒时 我面对面地看他 永恒地向见他 主 请来临 耶稣基督 请来临 请来 请指示你来临的时刻 圣子 圣子高原十字架上 赐墓被上外纳棋旁 据墓让梦里流畅 耶稣福活 耶稣基督 人类的救主 你用十字架 战胜了死亡 你用十字架 进入了光荣 你用十字架 使我的痛苦 有了意义 及呼吸世界起落 求你助我继续你救世的工程 共同背负十字架 福活的主向中门土说 经上陈这样记载 墓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 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 因他的名 向万邦宣港悔改 以得罪之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基督在世上 在没有别的身体 除了你们的身体以外 他在没有手 除了你们的手外 他在没有脚 除了你们的脚 基督现在要直你们的眼睛 去传达他慈悲的眼神 要用你们的脚 四处走动行线 要借你们的手 去祝福他人 现在就让我们为教宗的 以向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让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油滑 但救我们面于空恶 阿满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满 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 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言 直到永远 阿满 恩父 及子 及圣神 使命 阿满 恩父 阿满 阿满 阿 tweet 阿满